哈囉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群益期貨的分析師柔應生 那麼今天台股下跌在五六十點這樣的一個水位 那成交量差不多在1100億這樣子的一個水準 那呈現一個量縮下跌的一個中黑K的格局 那在技術分析我們看到這樣子一個量縮回檔的態勢 相對來說對於整個多頭的走勢來說是比較健康的 那今天台股開盤之後就呈現往下跌的這個動作 那所幸呢在大概九點多左右有呈現一個指紋的這個狀態 並沒有再繼續的往下跌 主要是因為說到昨天晚上美股呢 四大指數都往下走錯了 那川普呢在盤中對於中美貿易戰有一些不同的聲音 他覺得要協議要達成可能沒有這麼的快 那我認為呢現在兩邊都有誠意的在談了 那都有互相在喊話 那談判也在繼續進行當中 那對於整個中美貿易戰來說的 這第一階段的是一個好事情 那如果呢等到12月15號真的達成協議之後 那這個時候建議這個觀眾朋友 不要在這個時候才跳進去買股票 因為反而會形成一個短線的利多出境 反而會容易短套了 所以要佈局呢最好是在協議還沒有簽之前 那有出現這樣一個回檔的時候呢 去做一個多單的這個佈局 相對來說策略上是比較好的 好那麼回來看到這個台股的部分 台股的這個鴻海呢相對位階 在全職股裡面它是比較低的 那在上個禮拜的法說會呢 他提到了可以要三綠三生 那在3到5年之內呢 馬國利率也要可以提升到10%的這樣水準 那所以相對來說 也是受到法人的機構的青睞啊 那因為最近外資呢 在這一檔個股已經是呈現連26買 到昨天為止呈現連26買的這樣一個狀況了 那在台積電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看到 台積電現在市值已經是全球啊 全20大市值的公司 那今天呈現一個小黑K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可是呢可以看到過去這檔股票 是散戶投資人比較不喜歡的一檔個股 可是最近呢融資餘額增加的比較多了一些 然後顯示有一些散戶的數碼 進去這檔個股 所以最近就呈現一個短線休息的這個狀況 那台積電既然休息 那鴻海也暫時還沒有突破 上個禮拜高點之前呢 那台股認為在這邊進行短暫休息的這個機會 是比較高的 那回來我們可以看到期貨的這個部分 期貨今天是台子期的結算 那這個月份的結算呢 大概就在這個區域裡面結算 所以這個合約的月份呢 已經結束了 現在要換到新的合約月份 那新的合約月份出來之後呢 整個台子期的籌碼就可以 大概推算的出來 法人的換倉成本大概會在這個區域 大概這個區域左右 所以接下來就要注意 大概是台子期的這個月線 也差不多是這個位置附近呢 如果這個位置附近能夠守住 並沒有再往下跌破的話 其實台子期在往上創高 也是等同於加權指數 在往上走的這個機會是蠻大的 所以呢今天換倉之後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明天的法人換倉成本 這個在老師的粉專也都有 那都可以注意一下 這個換倉的區域沒有跌破之前呢 其實台子期都是一個偏多的走勢 不會改變的 以上謝謝大家